经过三年多的冬眠 香港取得游轮码头 终于迎来了大型游轮 海洋光浦号进港 但是马上出现了路上交通大混乱 公交轮后要超过30到40分钟 出租车无愿进站 政府赶紧向出租车司机 派发50块钱的燃油券 结果又人到出租车排床队 没有乘客 第二天 事情处理了 但是游客的反感已经造成 有人骂政府了 正当旅游服偿 人人严正以待 明知道游人进港 码头也建成了十年 居然还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有关当局这是干嘛了 事情并不孤立 毕竟人们觉得香港的旅游 是有问题的 半年来 香港旅客的数字 只到疫情前都过半 而消费二 则明显不如前 相反 港人掀起了每逢周末 到深圳消费的热潮 情况此消彼长 开始的人提出疑问 香港旅游是否落后了 优势也不服存在了吗 我们今天来分析节目 有关游人本来是个好消息 就是未来到年底 已经有18家公司的游人计划到香港 接待游客 结果好消息 尚未消化 之前这一手到达 码头就出了洋相 按原先计算 今年游人到港会是接近200个船次 接近疫情前的水平 而码头的大混乱 政府的处事让我们感到意外 同时产生的忧虑和怀疑 立法会员姚百良 香港旅游出政会总干事崔定邦 都认为在这个事情上 政府责务庞大 整个游轮的产业链 怎么能够健康地发展下去 怎么成长下去 这个是很重要的 讲到先天不足的问题 这个大家都很明白的了 其实游轮码头 其实在整体整个啟德的规划里边 其实没配套 交通没配套 其实本身规划里边 是一个我们叫做文化体育旅游 一个这样的书楼的规划 但是你看到其实过往这么多年 可能程先生你都留意到 其实根本没有人讲这件事 码头就只有码头 周边那些旅游中心的用地 周边那些酒店的用地 全部还没发展 现在唯一就是在跑道的两旁 就有一些楼盘建成了 应该说2013年开始 就已经知道本身这个游轮码头 这个整体的规划配套 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这些游轮码头周边的所有的 交通配套 旅游中心发展这方面的配套 就一直都没发展 没错 变成了游轮码头 就某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孤独 启德的交通相当不理想 我想希望特区政府 真的认真想想 如何处理好启德的交通问题 因为我们会继续迎接 游轮的业务回来的 再加上其实在启德跑道上 还有启德体育员 会在2025年落成 那也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 娱乐体育和访港旅客的景点 那里最高可以容纳5万人 还比游轮码头多多声 那里的交通如何做好呢 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我们也不太知道 运输当局在筹备迎接 这些访港的游轮回来的时候 或者是否不知道 游轮的旅客都是一些高消费 或者可能我也有个怀疑 其实主市的交通官员 其实有没有坐过游轮的 游轮落客 他去到一个地点停靠 他大概可能停留在那里 7个小时或者10个小时 旅客就其实很急着 要立刻离开码头 政府应该真的是 第一 仍然有一些改善的空间 因为很快了 也会再有一只大型的游轮 会再访港 那游轮上的旅客数目就会更多 那如何做好那个配套 这是第一 第二 或多或少 有些旅客始终都需要坐的士 那游轮码头那里 如何跟的士业界做好沟通 有适当的的士 数量的的士 到达游轮码头再走旅客 这个仍然是需要处理的问题 绝大部分暂时坐游轮 来香港旅游的 都是 我所说的 环球旅客比较多 即是外地 外地 当然会夹着了一些内地的旅客 内地的旅客的数量未必太大 但它就可能是内地的旅客 就会经香港 就来香港坐游轮 去世界各地 刚过去的7月份 到港旅客总数是360万左右 其中300万是来自内地的 全年到今天 旅客总数为1650万 而这个为基数 估计年底的话 会是超过3000万的游客 而2018年 最高峰时候的相比 6000万达到50% 观看人数 并不能说明全貌 不过看看 游客的消费额 就显然不至于过晚 其中的原因很多 有些还是主观不可控的 香港旅游春经会 总干事春经帮 给我们做些分析 现在直到7月份 初步看来的数字 外国来自环球旅客 大概是300多万左右 而内地的访港旅客 就有千多万 那个比例大概是两成 环球旅客 八成是内地的访港旅客 这个就跟我们疫情前 那个比例 客观这么说 跟疫情前其实是相类似的 差不多 差不多 当然了 因为我们始终 那个交通的运力未恢复 特别是飞机的运力未恢复 所以环球旅客 就是所谓 坐飞机过来的旅客 那个数目又少 这个是影响着整体的旅客数目 与此同时 半年来本地消费水平 并没有因为游客增加的上升 其中原因就是 港人本身大量北上深圳消费 根据政府统计 7月份 香港人北上人数达到468万 一来一回 比到港的游客多了100多万 2014年 政府统计 港人北上消费 人均数是港元860块 现在9年以后 算上通占应该超过900块了 那么7月份 港人北上总消费 一个月就超过了40个亿 旅客中 外国游客占了20%左右 今年到今天 总数大概是300万左右 这比起到内地的外国游客 还是多很多 根据上海旅游局的资料 6月份和2019年疫情前相比 外国人在上海入境减少了63% 另外 今年头5个月 湖南张家级的外国游客人数 是25000人 而跟2019年同比 总数是50万人 到内地的外国游客数字 与香港有什么关系呢 前不久北京宣布恢复开放 国民对78国的游游 那又跟香港增加游客 有什么关系呢 崔灵班说 关键在于航班 之前内地是暂时未恢复 国际旅游的业务 所谓国际旅游业务 就是内地公民去外国旅游 因为他去外国旅游 都需要透过内地的旅行社 去取得一些旅游产品 或者取得一些旅行团的安排 这个业务是未恢复的 但当局宣布了即将恢复了 78国的意思 78国可以恢复旅游的安排 世界各地磨拳拆掌 等中国旅客去当地 即使环球的经济 就是一般的 大家熬了三年疫情 谁不穷 但始终内地 中国人有个优良传统 我们也有去存钱 所以内地人的口袋里面 还是有一些钱 这个与香港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有两个因素 第一 因为旅客访港 可能他都会通过旅行社去取得产品 内地有一些旅行社 其实是未恢复的 因为他不可能只开一间旅行社 卖香港、澳门 或者泰国的产品这么少 哪有客人光顺呢 现在有78国的产品 都可以恢复了 内地的旅行社恢复的业务 这个动机多了 越多的旅行社恢复 我们的客人未必去长途 可能去旅行社最终 是拿一个短途的产品 这个如何都对香港 是会有帮助的 再者 特别是南中国 或者我们宿泽到回到大湾区 始终香港的国际航班 那个优势仍然存在 例如我们内地公民可以去澳洲 以前我们香港和澳洲的航班很多 其中超过一半的客人 都是内地的居民 因为可能在大湾区 他会来香港 经香港 因为澳洲由南半球的航班 他不能够飞那么远 他一定有一个中途站 可能是新加坡 可能是香港 我们当然希望那些航班 放在香港 这个是会逐步恢复的 客人路过香港 都会过境 他停半天也好 一天也好 我们都是这么欢迎 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 很想遇到的高消费 高质素的旅客 听了崔天邦这么说 内地开放对78国的旅游 对香港确实也是个好消息 好了 游客来了 不管是过境转机 还是以香港为终点 来了以后 这里有没有吸引力呢 一如前面说过 旅客消费模式变了 汇率也不利好了 香港购物天堂不在 美食天堂 恍惚去了更便宜的深圳了 香港人普通话又不灵光 服务态度 还老给人家推品 那么香港旅游的既有优势 还剩下什么呢 香港旅游要转型的话 又该走怎么样的路子呢 我们回头继续讨论 香港旅游是否落后了 还有没有优势 其实很有争议 不能妄下定论 小红书上有人大骂香港 几大差 说香港的高楼不及上海的高 香港人好土 小街小巷张乱差 但也有人大占香港的小街小巷 特有风情 复处都是打卡点 说香港人有礼貌 边界感尤其值得欣赏 还要注意了 有些帖子标题是 香港不能再去了 但打开来看 原来是香港四大优点 要一去再去 负面标题是 欲不惊人 死不休 为了蹭流量嘛 姚柏良就认为 香港旅游有没有优势 关键不在于某些景点 而是要香港与其他城市不同的 不可替代的特点要保留 就具备了它的吸引力 就有它的优势 老实说 要视乎你提供什么产品 你吸引到什么客群 你是在做高端的 你有非常良好的服务 他认为价值的 几贵都觉得值得比的 那你就能力 你就吸引到这些客人来消费 如果他们觉得 哇 这样的价钱 这样的服务好像不相称 和性价比好像很低 那他就不来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将我们的优质服务 要提升 维持 我们专业优质的服务 这里一定是很重要的 要令到客人觉得是值 这也很重要 实际上 旅游是一个很个人的活动 感受和趣味各异 有些人还是满足于 传统的景点打卡 所谓到时已有的模式 或者是单纯为了玩 买吃的模式 但是越来越多人 尤其是年轻人 更新的思维和生活意识 更愿意漫游模式 深度游模式 崔丁邦作为旅游行业中人 自然更清楚了 我们不希望旅客 只是来一次香港的 最重要是他对这个城市 他有好感 他这次正如你所说 他很厉害 但可能他下次真的来香港 吃买玩 最重要是他来香港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在恢复 那个业务的初期 所以我们很希望旅客的体验是好的 不要有任何问题发生 我们就会有回头客 而且我自己觉得 文化和一些内涵 是其他城市取代不了我们的 吃买玩 吃买 会不会有其他地方比香港好呢 这个是或者真的会的 但是客人他追求 他认为香港 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城市 始终我们的国际气氛是在的 来到香港都总觉得 香港是自由一点 和内地是有些不同的 这个就是文化差异 这个文化差异 不会是深圳 不会是广州 东京首尔可以取代我们 旅客喜欢我们 就是喜欢我们 这个是长久 其实当局也有些措施 特别是政府也很鼓励旅行社 去做一些本地油的产品 希望那些本地油的产品 可以推介到我们的地道文化 其实香港也有很多 非物质文化遺产的东西 我觉得在技术上容易推广 例如盆菜、凉茶、奶茶 甚至我们没有火龙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这些文化 可能国际旅客也好 或者内地旅客也好 很难想像香港 我们会吃盆菜 我们又会沖奶茶 我们每逢带时带时 我们也会没有火龙 这些都是一些文化体验的活动 如果我们是可以用得比较好一点 加强推广 再加上本身我们一些现成 已经有的一些历史建筑 我们是可以善用它 我们希望旅客在香港的体验 除了吃卖玩 其实最重要是它玩得开心 它玩得开心 就自然不会吃卖玩的了 我觉得最重要是客人 他来到香港 在一个行程 或者他想追求 那个深度文化那里 是可以被他体验到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善待我们的旅客 那是 于是问题来了 更新的模式 未必与游客直接消费挂钩 那么是否就不讨好呢 举个例子 到香港郊野公园 尤其是被网民称之为 全球最佳行山路线的卖力耗尽 去远逐或者露营 是非常热门的旅游项目 但几乎所有的攻略介绍 都是从一锅口岸 开始坐什么车 那里转车到起点 然后详细的沿途 风光指示和注意事项 最后就完了 如何回城过关回内地 这样的个性专项旅游多好 但这里面除了交通费用以外 酒店 餐饮 购物的消费都是零 那又该怎么看呢 不要忽略了这个隐性的价值 其实一个很有钱的人 他去旅行不一定代表他 狂买狂食狂消费 他可能还会简弱一点 大自然一点 轻松一点 可能很少卖东西 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消费模式 关键就是我们香港 我们的卖点是什么 无论我们卖什么货也好 最重要我们的服务也好 这个令到他觉得 在香港无论他花多少钱也好 他都觉得是值的 这个感觉 这个好逼出去很重要 刚才我说的隐性的价值 即是他来旅游 一个隐性的价值 当他爱上了这个城市 他自然会想想如何来投资 如何来工作也好 来投资也好 生活也好 他要想想如何把资产摆过来 首先要爱上这个地方 其实做旅游 你直接赚取他的收益是一部分 但是那个间接的收益 大家千万不要忽略 我觉得大家如果纯粹只是看 他在这里花多少钱 花得少 没错 这个是窮游 别来 这个千万不要这样看 是的 旅游的口碑 体验 和不同人引起的歧视 都极具价值 都会为香港带来更多的 后续的游客和消费 还有更深远的影响 小红书上就有 专门来香港 三天为了一张照片的标题的帖子 有人是一整天 待在闹市街头 抓拍种种人像 不同肤色 不同阶层 人人都笑面迎人 走过来友好交谈 活脱脱一幅国际化都市的香港故事 让我们本地香港人都受到感动 连我都打算退休以后 我就蹲到街上去拍照去了 就算打卡 什么叫打卡 也就是别的地方没有 游客感到新鲜甚至奇怪的所在 值得记录下来的才去打卡 有些地方香港人本身根本不理解 外人就觉得有趣 崔廷邦就说起了快户街的故事 大家经过三年疫情 我想就算内地的旅客 他自己想的事情都变了 第一 或多或少和汇率和货币有关 可能来香港买东西不太见识 这是第一 第二 内地人他难得真的可以出门 他会珍惜那个假期 他希望追求一个文化差异的体验 内地人都成熟 这是我们要留意的 内地的旅客不是几年前的内地旅客 我们也有一些要转变 我想的确是 可能大家看到旅客买东西是否买少了 我的观察 他仍然有吃买玩 这个怎么会没有吃买玩 但可能他拿了一些时间 是真的走进我们的大城小巷里面 去一些 就是程先生 你和我都不会去的地方 我们想 怎么会在快富街打卡 在路牌那里 快富街 我从没有想过快富代表什么 但他们想 快点富贵 他们希望在那里打卡 许个缘 这些就是我们想不到的东西 旅客又觉得很有趣 我们就容许 我们是一个好客的城市 有旅客欣赏我们的路牌 欣赏快富街 欣赏麦当劳道 那就随便客人去那里开心一下 他将这些他的体验 摆上社交平台 摆上小红书 很广泛地传播 旅客是这个变了的 他真是想追求一个文化体验 我觉得这个 或者想体验一个城市内涵 我觉得这个好事 快富街在九龙堂 离开闹是一条毫不起眼的小街 原来是个新打卡点 西方外国游客的名言 看一个城市的水平 就看他的厕所就知道了 我自己在过去多多的年月里面 就是透过观光全国过地的厕所 体验和见证了国家的强大 经济文明生活的发展 你能说厕所也算个景点吗 未来的新型旅游模式 不再是靠增加一两个景点 也不光靠茶餐厅 菠萝包 而是要保存本身香港所有的特点 珍贵的岁月痕迹 独有的文化风情 难得的自由空间 还有诱人的中西美食 闹事和交业交错的都市魅力等等 姚白良说她会向政府推荐 全新的旅游概念 就是处处是景点的全越旅游 其实我从来都不担心香港的交流力 我觉得香港是很多元化 我们是一定让旅客去找到 你要来香港的原因 我觉得是处处是景点 其实内地走一个 所谓全域旅游的概念 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全域旅游概念 有些现在叫做City Walk 就是随街走 City Walk是一个模式 但理念上来说 其实你去到街市 又是一个景点 你去到街市中楼 又是一个景点 是不是 你去到迪士尼 又是一个景点 其实每个人 都在寻找心目中的景点 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同 我们不需要很常规化地去局限 所以我觉得文体旅局 它应该在这个整体的 旅游发展的理念上来说 要注入这个全域的理念 打造这个处处是景点的概念 但是这个就很考功夫了 正正就是需要各个不同的部门 包括我们社会各界市民 共同的配合 你才能够给市民 给到游客 有这个感觉 所以很多人都经常挂在口边 就说这里不是旅游区 那里不是旅游区 这里是居民区 其实这个已经是很套的概念 我最主要去看街市 因为可以感受到 当地市民的生活质量 他们的生活质量是怎么样 他们的生物成本是怎么样 他们的养食习惯是怎么样 里面有很多你想要的东西 可以看到的 姚百良说得好 旅游会是社会经济福长 最后的一个范畴 因为设计的层面实在太多了 旅游是整个城市 让外人来检阅和体验的过程 与其说发展香港的旅游 本钱和优势 不如说是保持整体香港独特性的 一种战略和软实力 当政府全力启动大规划 大蓝图的时候 绝对不能忘记 每年几千万的游客来香港 他们看的感受的都是细节 游客不可能像在这里 生根长柱的人这样体会香港 只靠停留几天 浮光略影就下一个好 还是不好的观感 观感就是真相 政府逐一处理游客 会接触到的所有细节 同样是一件战略大事 要办好香港旅游 特区政府有这个概念示威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